白金 在音乐方面,当一个唱片达到白金限量时,它总比黄金销量要好。 作为一种商品,白金经常作为一个经济时期的指标。 白金的价格根据供求而上下波动。 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,白金的价格整整是黄金价格的两倍。 但在经济不稳定时期,白金的价格会由于较小的需求而下跌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产,以及如何在你的交易活动中使用它们,那就即可通过supertradertv.com观看视频来了解吧。